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总决赛 今天在上海决出胜负 上海交大两支参赛队在全国242支参赛队中脱颖而出 夺得第一第二名 与普通的遥控汽车不同 智能汽车利用内藏的微型控制器 自主识别路线 并在专门设计的跑道上转弯爬坡行驶 整个过程无人控制 经过激烈的角逐 上海交大电信学院队 以18.94秒的最快速度获得了第一名 别看这辆车很小 但是它涉及到领域很多 主要有电子 电气传动 自动控制等 通过这次比赛 我们把很多抽象的理论应用到的实际当中 这个对我们今后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大赛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广泛关注 全国各地高校参赛队 有100多支增加到了240多支 记者朱美朱森明报道